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段影片 在雲林斗六開汽車維修廠的尤先生就抱怨說 隔壁的烤漆工廠常常會傳出刺鼻的油漆味 所以呢 他就放了一個電風扇在人行道上面 想要吹散這個味道 但是他說他沒有想到隔壁的老闆看到之後 竟然衝上來直接一腳踢了這個電風扇 而這個影片PO到網路上之後 就連斗六市長林勝爵的帳號也來留言 說要來派人稽查 但是今天我們也回去了這家烤漆工廠 老闆其實挺無奈的 他說他為什麼會踢 是因為隔壁這個修理汽車的黑油 常常被這個電風扇吹得到處都是 所以當時他才會這麼生氣 身穿綠色衣服 男子先是拿出手機拍照 接著向前衝一腳將電風扇直接踹倒 電風扇是這間汽車修配廠的老闆放的 他說因為隔壁烤漆工廠 經常傳出刺鼻的油漆味 因此放上電扇想要吹散味道 沒想到對方老闆突然爆氣踢倒電扇 不過來到隔壁 踢翻電扇的老闆也有話要說 烤漆工廠老闆說對方放了電扇 導致車輛的廢氣和黑油 常噴到自己的店裡 講過好幾次都不聽 才會去踹倒電扇 而且事後對方還拿著大鐵錘 重入工廠砸壞自己的通風扇 烤漆工廠老闆立刻報警 汽修廠也將監視器PO上網 結果還引來斗六市長林勝爵的帳號回應 詢問地址說要派人稽查 環保局到現場查驗後 認為烤漆業者沒有違規 但兩個老闆都說不排除會告對方毀損 反正新聞無連揚宗與吳建宏雲林報道